第一次 哥 哥 云淳 听说 昨天晚上你家里头出事情了呀 是啊 昨天有人要杀我 哥 谁谁怎么把胆子赶 赶东哥 种宝贵 但是我已经把他抓了 哥 把那小子交给我 我当着你那面我弄弄死的我 不用了 我已经处理完了 某仁 坐 某仁 今天你坐在这儿 不用干活 坐这这去 руг 阿歇 麻烦你到那个抽屋里 把那小盒子给我拿出来 我在这儿 sobre 你怎么不麻烦啊 来 慕人啊 今天叫你来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分黄金的事 这个 是我藏黄金的钥匙 我把黄金 藏在了华英号的地仓里 因为谁都不会想到 我把黄金 能藏在那儿吗 打开看看吧 听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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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可可可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就没想到 我黄金上次花影孩 我说照我照也照不照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吧 这 这一地儿藏的 绝了 文人 我知道 你一直惦记着分黄金 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分 因为我不想搁几个拿到黄金以后 分到扬镳 我舍不得这份兄弟情啊 说实话 跟这黄金比起来 家人对我更重要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这黄金而起的 所以我受够了 不想离开这儿 在走之前 我把钥匙 交给你 怀疑它是假的吗 我 我就是觉得 你能把黄金再划一号上 干 是说 一钥匙交给我保管的吧 那有些话 我得说得见得 大宝二宝是我的亲兄弟 我曾经答应过他 当哥的说过 他们俩的那份 我一分钱不动 我会如数地交还给他们的家人 上下的哥 老妈 我 咱哥们 一人一份 没问题 要是在你那儿 怎么粉饰你的事 我只希望 你们能拿着黄金走得安心 所以 我需要把当年华英浩的知情者 一个一个都处理掉 现在 我就急需处理掉一个人 谁啊 陈小夕 陈小夕 就是制约她最大的罚吗 干 干 这种事还有你 今天就是我 我就帮你爸爸人家 刚刚我已经说了 我必须要亲自处理掉 你听不懂吗 知道吗 陈小夕昨天晚上啊 跑了 把她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好跟进 怎么跑了 警局里边跑了 在警局里还能跑了 不是 她不是一个人跑的警局 有人把她救救走了 在上海滩的警察局里 还能被人劫走了 她不是 她不是在警察局里被人救走 她是在外边被人救走的 把她关在里边 她怎么会在外边呢 之前 之前我不说在里边 后来她不走 走 走 她到底是在里边还是在外边 到底 不是 之前我不说她在里边 后来她又在外边 不 ... 我要去睡觉 我去睡觉 你去睡觉 你去睡觉 你 放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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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呀 歌星 叶满飞 叶满飞 慕容公馆欢迎你 叶小姐 没想到 你真的会让我来到慕容公馆 我是一个生意人 诚信是根本 何况 这是我的叶小姐的 承诺 爵士你这样说 可真是让我受宠迷惊 那叶已经准备好了 里面请 来 董叔 你说大哥这是寂寞了还是 不知道 大哥跟陈小夕之前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怎么又带这个 又带这个不相干的女人回来呀 你说都什么时候了 这要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啊 是不是 董叔 二哥 你照看好家里 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欢迎你来到慕容公馆 慕容公馆 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气派 爵士就是爵士 和上海滩庸死的有钱人 的确不一样 叶小姐给我讲了 在上海 慕容公馆 已经成了传说吗 爵士还不知道吧 如今的上海 很多的女孩子 都把爵士当成了白马王子 而慕容公馆 自然就成了王子的城堡了 可我是爵士 不是王子 要知道 在大多数的女人眼中 两者根本没有区别 谢谢 把叶小姐的行李 拿回房间 对了 爵士 你的房间在哪儿 我的房间在你对面 静悦 静悦 药好了 喝药吧 我们得咬 我 你 咬 你 看 你 咬 你 那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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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那 你 我 你 我 可以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这个我放在这儿 你要是想吃什么喝什么 就写在纸上 从那门缝给我塞出去 我给你做 我就在那儿守着你 还是把药喝了 你很喜欢这儿 这个我还没pered 我做了一封 我还没找到 这个银子 这个银子 这箱子怎么这么沉啊 这箱子怎么这么沉啊 这箱子才能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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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马来的 快快快 快 快 快快快 慕容爵士 不好意思 今天打扰了 还希望慕容爵士 能够尽量配合我们警方 早日将胡探长被杀一案 调查清楚 应该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宋客 请 这是杀人面口 栽赃陷害 丽莹芝已经疯了 下一个就是马七 他这是自断双臂 完全是在自掘分目 不过他很清楚 胡沐人和马七 都是他障碍 所以他先清除障碍 再全力对付我 你怎么打算 隔岸关怀 但是 他往你货舱里放了鸦片 先生 走私鸦片 这是死罪啊 冬叔 你刚才也看到了 那个警察就是走过锅厂 在仓库里找到的鸦片膏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有谁 会走私那么少的鸦片 除非他们找到确实的人证 物证 否则他拿我没办法 我只是觉得他这部棋 我只是觉得他这部棋 走得有些猛 有些怪 疯子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这一部分 牛律师 李会然 您回来了 你来这儿找我有事啊 我是想找您聊聊 胡探长的事 你知道杀害红门人的凶手是谁吗 这不明摆着 白主舍 不 是慕容北 为什么是他呢 当年他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这次回来很自然 就要报复这些 当年把他送进监狱的 这么说我身处在一个 危机四伏的环境 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 也可以这么说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很简单 当年你能把他送进监狱 现在也能 不懂你的意思 你说得再明白点 先促使警方权力侦查 寻找人证物证 再促使检察官 根据所得到的证据 认定凶手就是不明白 然后制作起诉书 承报检察长 最后向法院提起工作 有多大的把握 不整吧 一半的机会 任何事没做之前 可能都只有一半的机会 但您要是做了 可能就有时常的把握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但是不能着急 因为现在还不到时候 等着你 你这儿建议 你是问我叶小姐的事情吗 大哥 你是寂寞了还是怎么了 啊 就是寂寞了 你也不能随便带个女人 就回来 再说 胡沐人可刚死 令智还把她的尸体 扔到你的货舱里 也许叶曼菲就是她派来的 当然知道是她派来的 你知道还往回带呀 就算我不把叶曼菲带回来 灵芸这也会派第二个叶曼菲来 我这么做只是稳住的 稳到你房间 我问过下人了 行李直接送到你房间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既然做戏 做足了 大哥 大哥 你跟陈小夕不是挺好的吗 你现在带她回来算怎么回事 如果你跟陈小夕成了 东叔是你老丈人 你现在可是 当着你老丈人的面 带一个女人回来还住在你房间 这大逆不道 真的 大哥 这在我们老家能干出这种事的 男的活买女的进猪笼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大哥我 大哥我 别跟着我 我说错了吗 聚聚在里 我叫你 别忘了咱们到上海是干什么来了的 咱们到上海是他妈的报仇的 你答应我 不要忘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带我来看电影了 对啊 难夫难妻 我听过 瓦头的人说啊 这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你难得温柔 恍然一生 利夫人 好巧啊 慕容先生 你也是来看电影的吗 我正好路过这儿 看到这张电影报 就想停下来看看 慕容先生看过这部电影吗 很多年前就想看 但是一直都没有看着 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不过我听朋友说啊 这部电影挺好看的 是啊 曾经也有一位朋友告诉过我 这部电影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部电影 为什么 我没带钱 我带了呀 走 我请你 我一个大小伙子 怎么可能让你请客呢 你刚才还说我封建迷信 你比我还封建迷信呢 女孩为什么不能请男孩啊 走吧 热球这不是封建能人的 我答应你 我下次一定带你来看这部电影 稍微笑话 我发誓 我一定会迷雇你这个遗憾的 慕容先生 慕容先生 不好意思啊 李夫人 我还有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慕容先生 你是诸盛 对吗 李夫人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是白诸盛 对吗 即使你现在是一名军士 你是白诸盛 对吗 李夫人 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白诸盛 我不认识这个人 他是谁啊 李夫人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要不我送你回家呢 不用了 今天我一定要看这部电影 告辞了 慕容先生 直接 坐下 你是不是必须要做什么 我还给你闹个房子 没有啊 你还要去床 你不必须要去看我 你杯吧 我走 咱们还不睡啊 我睡不着 喝杯牛奶 有助于睡眠 谢谢 爵士 我一个人睡觉 有点害怕 你之前 我也是一个人睡吗 我 我也是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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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财道啊 眼瞎吗 愣着干什么呀 人眼见没有 哎 我说你们这个地儿 也太难找了吧 啊 大哥让我天不亮就出发 我到现在才到 就这地儿 别说利盈指 我就拿着东叔给的地图我都找半天 累死我了 行啊 没人跟着你吧 光哥办事你放心 没人跟着 哎 我自己啊 差点都把自己给弄丢 你先坐 你先坐 知道我来 早餐都备好了 就给薰薰做的 小青儿 嗯 对了 给薰薰拿的药 每天盯着她按时吃 用量药房上都写着呢 记住了 百哥这几天怎么样 别提了 公馆已经乱成一锅肉了 怎么没看见钟啊 他说去看一下 死去年两个兄弟家里的人 你就让他走了 你拦不住啊 好 不好 他去丽莹智家了 去丽莹智家 有人比咱们着急 找他报仇去了 但是我听说 也就死了几个保镖 没在上丽莹智 不是他是谁啊 不行 我得回去告诉大哥去 等等 来 我跟你一起回去 不是 你傻 你要走了谁照顾轻莹 你留下照顾轻莹 我说你傻 你怎么就冒鼻涕泡呢 论武功枪了娃 谁有你包 你不留下换成谁能行 再说 轻莹这要是出点什么事 怎么怎么交代 那摆着那边怎么办啊 你 起了轻莹 去 大哥让我过来看看你 对了 卖的让我带给你的 轻爷 你在这儿就好好休养 有事就招呼阿辉 装得跟个牛一样 可劲儿使唤他 我还有事我先走 改天再过去看 走 我去速度了 老公 我去速度了 走 我去速度了 不行了 我去速度了 我去速度了 即使我速度了 快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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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速度了 再在试回我 骂子 放手 杆德先生 老师 从今天开始 抛马总会会场就是 木龙爵士 希望你们能好好地合作 郭兄 能和你合作 丽某真是太高兴了 客气了 丽兄 你来马会的时间比我早 我以后还需要你多多照顾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服务你 现在我和慕容先生还有别的事 先走了 柳不吻 柳不吻 把这个 还有他们刚刚做过的沙发都给我换了 都听好了以后没我的命 谁不能进我办公室 是 你当马会会长 李英智完全没想到 你看他的脸 好好 请你啊 李英智也不傻 他应该想得到 对马会啊 他一直都是副会长 也一直没有会长 也没有提升他成为会长 他呀 就是太自信了 不 我是自信 我是自大 而且他这种自大 他早晚会害死自己 你想 这样做 很有可能会逼着他 拿出黄金 可能 可能不是 早晚的事 因为他撑不了多久 你们说 我们也不想把人换成为王道远 给你 那些换成为公司 我们不可以的 他都帮助一下 他心意 帮助一下 和父親 我说 这是上海抛马总会的人命书 把它放起来吧 好的 先生 你看我 都老糊涂了 这阵子被小夕的事情折腾晕了 保险柜的密码我给换了 忘了告诉你 没关系 有你在 我放心 小夕的事情 我相信她早晚会理解你 好 东叔 大哥 大哥 东叔又出去了 陈小夕走之后 她一直心神不宁呢 我见过她好几次一个人自言自语 怪吓人呢 赶快找到陈小夕 让我告诉我 对了大哥 钟宝贵不见了 你说她会不会找令智报仇啊 不过我觉得令智家传作的枪声 肯定跟她有关系 为什么 你想啊大哥 现在想找令智报仇的 除了咱们就是她 更何况出事之后 警察不闻不闻 我觉得肯定是钟哥 马上查清楚 事发那天 丽莹之家附近 有没有人看到过她 我明白 大哥 大哥 问你个事呗 说 你跟陈小夕之间你们到底 我跟陈小夕怎么了 行 我换个问题 那你跟叶小夕之间 到底怎么回事啊 联系给李英智看 大哥 东叔说过多少遍了 隔墙有耳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他天天跟咱们在一起 咱们做什么都不方便 这不等于李英智 在你身边放一只耳朵 你放心 他只能听见 我想让他听的 不是 那你跟 行 我直说吧 陈小夕的事 什么爱得让我问呢 你给个准话 你对人陈小夕到底有没有意思 你想知道啊 她是我的朋友 什么 什么饭 我饭 卖饭 卖饭 谁是卖饭 什么意思啊 大哥 我们家卖的擦鞋 陈小夕卖饭 卖 什么呢 我饭 我饭 你需要 是当年华英号上的孤女陈皮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 那我就不用跟你废话了 可是你爹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呀 当然 我并不是在比心处 和这件事情的关系 但是你杀了我 也抱不了丑大 那我爹 到底是谁杀的 那天 虎牧人和熊大宝都去了 把优毒镖也带去了 是虎牧人开的家 虎牧人和熊大宝都已经死了 你现在怎么说都行 陈小姐 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说了实话 你又不相信我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好 那你告诉我 十年前华英号到底是怎么回事 丽英贼是不是主罢 你作为他的人 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只能说 严有道 差有处 所有的一切事情 都是丽英贼指使的 是 好 我是参与了 可我也是被逼的 往下推协不了的责任 怪就怪 我当时一时糊涂上了贼船 可是我现在想下船了呀 已经晚了 不是 陈小姐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证据 也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的 现在让我给你机会 华英号那么多冤死的人 会给你机会吗 会 不是 所有的事情都是源于那四香黄金 你也一定想知道 黄金的下落吧 那黄金在哪儿 再给我一点时间 很快就能查清楚了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就算我不杀你 林音质也不会放过你 胡牧人怎么死得你很清楚 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 我肯定知道 林音是施压对我下手了 想当年 我们煞血为猛 是结拜过的兄弟呀 谁会想到 林音质是这样的 郑小姐 妈某再次请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帮你查清楚黄金的下落 我也一定将会去警察局指令林音质 妈某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 都什么 再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以后 我会来找你 我会来找你 马秘书 马秘书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我有点事情 想找你说说 多谢说吧 我一定会想到你 大家来想到我 还要注意到我 我要问你 我就想到我 走了 他还干嘛来 畜生 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林云志计划的 从一开始我就跟他说过 只拿黄金不杀人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把队长害死了 我双手 把队长大段帮大 rolled